大家好,我是王狗 現在呢,來到這個就是 台北市最富盛名的一個大樓 就是景星大樓 我這一集呢,要來跟大家 講講這個景星大樓所發生的所有故事 接著,我要帶大家進去一探究竟 所以在我介紹景星大樓之前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因為特別的想要進去景星大樓裡面住一晚看看 所以就聯絡到了裡面的住戶 那他也大概跟我講了一下 其實他覺得住在這邊並不那麼的恐怖 現在看這個大樓的外觀 其實我個人也覺得 不一定像大家講的那麼靈異啊,對不對 反而隔壁的這棟大樓 那每一層一層一層的窗戶格局都是不同的 有一種莫名恐怖的規律感 那在我們進去一探究竟景星大樓之前 我先來跟大家講講 這邊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讓他被譽為 全台灣最恐怖的猛鬼大樓 命名位在台北市中山區 景州街口 以及林森北路 這樣子的一個精華地段 可是 他的房價 卻硬生生的 周圍的房子 降低了六折一下 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為 這棟大樓 所發生的 種種恐怖意外 星道的前身是時代大飯店 在西元1984年的5月28號 時代大飯店發生了一場 撼動全台灣的火災意外 由於飯店的外圍是玻璃帷幕 當時火災發生的時候 飯店內的民眾 被濃煙熏到無法呼吸 也甚至有的人 受不了濃煙 就直接從高樓層 往下跳 而後續呢 見識人員 他們抵達時代大飯店 還原事故現場的時候 發現到說 二樓的天花板裡面 因為電線生鏽 此時沒有維修 所以造成短路走貨 更過分的是 每一個樓層的逃生門 竟然也都已經故障 沒辦法使用 才造成 所有的人 都火深深的被困在這個道裡面 逃不出去 而也因為這樣子 這個時代大飯店的負責人 他就被熱營停業 所以 才變成了現在的景星大樓 不過不知道 這個地方 是不是已經受到了注重 因為 就在短短的兩年後 這裡 又再度發生了一件 撼動全台灣的事件 燒肉送事件 那個時候 有一對情侶 潤極婚嫁 正在結婚的當天呢 21歲的虎女 頂樓抽菸 不料這個時候 被男方的家人撞見 男方的家人不開心 就跟虎女說 你這個行為 我要跟你解除婚約 因為受不了這個打擊 所以就回到家裡面 寫留下一封遺書 吞了30克暗眠藥 然後載到景星大樓的頂樓 一月而下 不料 這一月 竟然意外的 壓到了 樓下在賣燒肉粽的 攤販 兩個人當時 分別被送往 慶生醫院 以及馬捷醫院 但是 命運作弄人 明明是本來想要自殺的虎女 卻只有 入青尾的骨折而已 而在樓下賣燒肉粽的 攤販 卻就這樣子被 活活的壓死 而在報道中 虎女甚至還說到 她明明 在樓上 往下跳的時候 她沒有看到 下面有任何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著地的時候 她就壓到了那個攤販 整件事情 這個離奇的程度 至今仍然沒有辦法解釋 而又到了民國85年 景星大樓 又再度發生了火災 這一次的火災 非常令人的毛骨悚然 火災的原因 據說是因為 住戶們有糾紛 所以有人縱火 而這場火災呢 造成了兩個人死亡 又十幾個人輕重傷 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這一次的火災 竟然 就跟 景星大樓 的前身 十代大飯店 所發生的那場火災 一樣 有一名死者 也是受不了農煙 衝破玻璃往下跳 而且他這一月 撞到了人氣急 頭 跟身體 直接分離 就這樣子 伸手益觸 在景星大樓外面的馬路上 而也因為 這種種的事故呢 造成這棟大樓 之後陸續傳出了各種的聯益事件 居民們 住得膽戰心驚 氣氛非常的詭矩 民國86年 某一天 景星大樓的一個房間裡 傳出了 陣陣的惡臭 依舊居民報案 結果警方到場之後 不然發現 有一名女子 在房子裡面 而且她的脖子 纏上 繩子 是用像練狗練的方式 這樣子 吊死在她的房內 民國99年 景星大樓 又發生另外一起 著名的案件 也就是 鼎鼎大名的 情侶雙四嵐 因為景星大樓 是林森北路 林森北路的酒店 八大行業 在各處林立 也因此 會有非常多從事這樣的行業的人 會來乘駐景星大樓 或甚至直接在裡面 進行非法營業 因此讓這邊的環境變得十分的複雜 而這一起情侶雙四案 受害者就是從事八大行業 裡面的那個女生 10109店小姐 她因為跟這個男生有糾紛 所以男生就拿著 手槍 直接朝那個女生 抱頭 接著 男生自己也拒槍自盡 而後續呢 就有住戶 陸續地表示說 這邊打架 喝酒 鬧事等等的狀況頻傳 其實大家也早就已經 見怪不怪了 甚至新聞採訪 有風水命女師 蔡上基 她也指出 景星大樓之所以會有這麼多的狀況 因為 從外觀看起來 她的大樓就像被三大廈夾殺 同一個人被雙刀夾住脖子 又被一把很極速的劍射中 在風水的角度上 這就是最差 最陰的狀況 而當然 這麼複雜 以及這麼多事故的一個社區大樓 靈異的傳聞當然也是盛囂之上 包括民眾曾經透露在晚上的時候 望見景星大樓二樓的窗口 不明的黑人走洞 甚至有人在走廊聽到 女子哀怨的哭泣聲 更有座部表示 當她電梯要下去一樓的時候 電梯不聽使喚 直接往上到頂樓 電梯門一打開後 眼前就只有一道白色的牆 彷彿像一個異世界一樣 於是她馬上跑去告訴管理員 但是管理員的態度 卻不以為常 彷彿這樣的事情 她早已見怪不怪 而且後來也有記者 進去景星大樓採訪 說六樓的走廊鏡頭 擺放著各種的主線排位 兩側的住址上還寫著姓氏 景星大樓的頂樓更是擺著一座土地公廟 象徵著鎮壓的一位 各位大家好 剛剛就是講完了這個景星大樓的故事 然後我身後呢就是這一棟 就是這個景星大樓 我個人是覺得 在這邊呢 並沒有感覺特別的恐怖 尤其是景星大樓裡面 它還有附片大的人去送餐 各種現在倒垃圾的啊 住戶啊什麼的 一直不停的出入 極大的可能 真的是大家把它 會聲會影了會得太恐怖了 也想要更多了解景星的人呢 也可以去看我之前這部影片 就是網購旅行團的影片 我也有詳細的介紹一下 騷惡眾事件 我現在就要去景星大樓內部 探索 如果真的只是會聲會影的話 那我們今天 就算是還給這個大樓一棟清白 就去看看吧 走吧 進來這個大樓 好 看你 看心水 只要我早餐那個有心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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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